当时是我去给我朋友送东西 然后走的那个万达的货期 然后当时看到那个电梯里面 不是有那个警示的标志 然后看到那个翻译都是错的 好多都是错的 像那个严禁打闹 还有严禁乱动按钮 他那个单词都评错了 如果按照他翻译的话 严禁打闹就变成了严禁在电梯里付钱 但是觉得特别好玩 就少了一个字母 然后还有严禁八门 看好儿童 他都是按照直译来翻译的 看好儿童 如果按照那个上面的英文的话 就是看一看孩子 所以觉得错了好多